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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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Crystal 最近剛幫朋友的女兒 在單坑租了一房的condo 竟然要$2800,還要三張offer牆 那現在到底多不多的租務市場是怎樣的呢? 不如我們一齊來看看吧 根據rentals.ca的最新全國租金報告顯示 從2021年8月份到今年8月份 加拿大租房的平均成本增加了11.1% 直至今年8月 多倫多的租客每個月平均支付$2329 作為一個一房單位的租金 相比起2021年4月的pandemic之後 加拿大的同類型單位租金只是$1700比較 這個升幅確實令人驚訝 多倫多的租金在加拿大排名第四 相比於2021年8月 多倫多的平均租金上升了17.1% 那為何condo的租金會持續上漲呢? 1.通貨膨脹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最新的發表統計數據顯示 加拿大在今年9月份的年度通脹率 略微下調至6.9% 央行利用加息打擊通脹 但對於業主來說 房貸變得更昂貴 然而這筆費用只能添加到租客身上 2.房地產價值上升 除了加息外 房價上漲都是影響租金價格的主要原因 與去年同期相比 無論商業還是住宅物業的價值都有所增加 儘管市場在7至9月份出現了調整 但房屋的價格仍然是處於高位 3.租客對condo的需求大增 租客選擇condo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舒適度 不用產草,不用產雪 又有健身設施,加上24小時保安 他們可以利用多了的時間享受生活 又或者有些人會選擇做多一份兼職 這些種種的原因是令到condo租務市場 成為近年大熱的主因 那麼作為一個租客 又可以如何準備繼續上升的租金呢? 先做好個人預算和成本削減 對於很多人來說個人預算或緊縮 這個過程看起來很無聊 但是有效的預算管理是不能被低估的 因為意外的開支很容易影響到你按時支付租金的能力 又或者有些人會選擇做多一份兼職 在這個高通脹的時期 很多人會選擇做多一份兼職 他們願意將他們空閒的時間 變成增加收入的時間 又或者你可以和業主制定一份更長的合約 2023年的租務規定 利率只可以升2.5% 而這個增長的比率 比起通貨膨脹是屬於低 租一個新的condo需要負市場的價格 所以繼續租下去 對於租客來說是有好處的 另外有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他們會嘗試尋找一個室友 和室友攤分租金 是可以減少每個月開支的一種好方法 但是和室友住在一起並不容易 需要冷靜面對所有問題 避免無謂的爭執出現 那麼多倫多的租金會不會繼續上漲呢? 在新冠初期 多倫多的租金的確有所下降 但是到了2022年的時候就反彈 據BNN報道 加拿大多倫多地區 尚未有任何跡象表明 租房者會得到壓力緩解 租貸市場緊張和不斷上升的移民率 多倫多沒有足夠的地方 供每一個人居住 但是近幾個月以來 租價就一直穩步上揚 尤其是市中心 隨著利率的變化和人們的生活習慣改變 租房比買房更受歡迎 當我們看到房價要穩定的時候 我們的租金才會有上行的壓力 但是如果你們拒絕變成房奴的話 租貸市場就會持續火熱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資訊 可以Scribe、Like和Share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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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